为何囚犯都要穿黑白条纹的囚衣,不说出来,你永远都不知道。 为何囚犯都要穿黑白条纹的囚衣,不说出来,你永远都不知道我们都知道在监狱里的囚犯都要穿一身黑白条纹的囚服,那也行很多朋友都没有想过为何非要穿这种类似于斑马的衣服呢? 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方便管理,以及避免越狱凭时预警有警察的衣服囚犯,有犯人的衣服,这样管理起来就比较轻松,毕竟监狱里危险还是蛮多的。 再者就是如果囚犯都穿着便服,那要是越狱了,可就不好找了穿着黑白条纹的,衣服估计到哪里都会很容易被发现, 不过后来很多地方选用纯色的衣服代替,比如橘色就是因为黑白条纹,太难看了,而且橘色也可以很清楚地辨认,起到同样的作用。 当然条纹服在中世纪的时候被称了魔鬼的衣服,有卑鄙可耻的意思。 1钮炷子和一带网与蜡种效工夫。 2155 4153456